大家好,欢迎来到酷然影视,我是小酷 这个叫许任的男人,医术十分高明 无论什么状病,只要被他摸一下脉搏 就可以知道对方的身体状况如何 他的治病方式也很简单 只用几枚银针,就可以让病人针到病处 但他有个习惯,那就是准时下班 无论自己为病人治疗到哪一步 只要下班铃声一响,他就不再医治 许任出名的医术传到王宫内 王上柴人请他去看病 到了王宫,许任自信地拿出银针 一眼就看出王上的病 如何是真,正当他针靠近王上头部时 他的手忽然颤抖了起来 无法是真的他,被王上下令抓捕 为了逃命,许任只能一溜烟地跑了 可后面的士兵追得太紧 他的胸口不仅被剑射中了 还顺势落入了水中 一阵晕厥后,许任醒了过来 只是奇怪的是,他胸口的伤口莫名其妙地痊愈了 而周围的事物也全部变了模样 等他反应过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些石碑 路过的人看着他的穿着 都露出了奇怪的眼神 原来他穿越了 被迫来到这个不明之际的许任 只好机长路路地游走在大街上 就在这时 他旁边的一个女生尖叫了起来 原来是他的男朋友忽然殉厥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许任 忍着饥饿 慢慢地爬到了男人身边 他摸了摸脉搏 确定是男人的肺部出了问题后 便拿出了针具 准备为男人医治 却没想到 就在针扎下去的那一刻 一个女人从后面握住了他的手 制止了他的行为 握住他手的女人叫严晶 也是一名医生 在拉住许任后 他立刻拿出了听诊器和其他医疗用品 许任没想到治病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 女人也可以成为医生 他拦住准备离开的严晶 想要问清楚这些问题 可严晶显然将他当成了 心怀鬼胎的坏男人 并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狠狠踩了许任一脚 之后溜之大吉 无处可去的许任 许任只好一个人走在街上 不懂得交通规则的他 面对突如其来的公交车 不知道躲避 差点被撞到 而马路另一边 严晶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也昏了过去 许任看到他昏过去后 便立刻赶了过来 就在他准备失针的时候 围观的群众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由于不觉得他 最终还是没有下得去手 而救护车也在这时匆匆赶来 他假容成家属 和严晶来到医院 在这里 他见到了许多现代世界的物品 也闹了不少笑话 与此同时 严晶也醒了过来 他出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一个不听话的病人乱跑 现在病人找到了 他也醒了过来 便继续开始工作 第二天 严晶又遇到了那个男人 他问严晶 听说这里的医生都很有钱 自己可不可以来这里上班 而严晶只当他是疯子 在为他复完午餐前后 便离开了 许久没有闻到饭味的 他正在大快躲一室 却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小女孩 看着他奇怪的目光 许任只好将自己 来之不易的午饭分给他吃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小女孩就是严晶要找的病人 这个病人患有心脏病 但总是不配合治疗 经常偷偷跑出去 此时 严晶就在寻找他 许任看到惊慌失措的严晶 打算告诉他一些事情 却被他叫来了保安 赶了出去 于是 许任无法再进入医院 好在这时 他看见之前的小女孩 或许是为了感谢他的时候 小女孩让他推着自己 这才进了医院 就这样 许任和小女孩熟络了起来 他调皮地将许任的针据拿走 并跑了出去 为拿回针据 他只好追着小女孩 就在走到天台时 发现女孩昏了过去 情急之下 他便用针灸将女孩救醒 就在这时 严晶赶了过来 在检查完心跳后 他得知是许任救了女孩 可没想到的是 严晶不仅不感谢他 反而给了他一巴掌 原来 崔严晶以为是许任将女孩带出去 让他乱跑 气急之下 崔严晶叫警察将许任带走 他走后 崔严晶调查监控发现 真的是许任将女孩救活的 来到警察局的许任 正在被他们详细调查着 奇怪的是 资料中没有关于他任何消息 指纹也核对不出来 便将他关了起来 许任看出这警察 有些难言之隐 便提出要帮他诊断 可就在他准备针灸时 崔严晶闯了进来 他将许任保释出来 命令他不许再为别人针灸 因为他觉得 许任是无执照的拥移 只是胸归胸 崔严晶走之前 还是为他重新爆炸了伤口 看着崔严晶远去的背影 许任只好再次孤零零地走在街上 又累又困的他凭着感觉 来到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主人 就是之前在警察局遇见的老者 同时也是崔严晶的祖父 许任发现 这里就是曾经的惠民署 他好奇地询问着这里的一切 可老者看起来 似乎不太想理他 不过还是好心地将许任留下过夜 第二天 醒来后的许任才发现 这里是一家小小的中医馆 老人便是这里的主人 其余的一男一女 则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他看着清冷的中医馆 问这里能不能养活他们 却被那名男徒弟赶了出来 离开之前 许任看见马路旁 放着一辆儿童自行车 好奇心的驱使让他骑了上去 却没想到前方的滑坡 让他直接滚了下去 并被人叫了救护车送往医院 而来到的医院 正好是崔严晶所在的医院 护士们以为他是崔严晶的男朋友 便将严晶叫了过来 他看着手足无措的许任 将他带了出去 在离开之前 严晶离开后 许任遇到了上次的小女孩 他又打算趟跑 在两人闲聊时候 崔严晶忽然找到了他们 许任为了不让他生气 便躲在了后面 走之前 他对小女孩说 或许是许任的话太过真诚 小女孩答应了做手术 到了晚上 许任一直在医院附近游荡 忽然 他看见了一辆救护车 他们说 里面是一群出车祸的人 许任忽然想到了 崔严晶之前的行为 便立即冲进医院 恰好这时的崔严晶 因为看到车祸的人昏倒 他赶忙上去 将崔严晶切住 却不料身后的患者身上 插着一把锋利的铁片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许任发现自己昏过去了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抱着崔严晶 在一片树林里 看起来 他们好像回到了朝鲜 许任还没来得及解释 树林里便窜出了一只老虎 为了逃命 他拉着崔严晶就跑 等到安全的地方 一头雾水的崔严晶 不敢相信自己就这样 穿越到了朝鲜 两人一番争执后 许任偷偷跑到了惠民署 他换了件衣服 并顺便为崔严晶 偷了一套女装 而此时的崔严晶 因为穿着怪异 在大街上被人们指指点点 他看着围观的人群 和现在的环境 终于确定了 自己就是来到了朝鲜 就在这时 一个骑兵飞奔而来 眼看就要从崔严晶身上踩过去 许任出现了 他将崔严晶抱在怀里 并为他披上了衣服 扶着他离开此地 被带走的崔严晶 这才挥过身来 他问自己怎么会来到朝鲜 许任正要解释时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自己两次穿越 都是在快死的时候 难道自己是不死之身 只要濒临死亡就可以穿越 但他不可能 现在就告诉崔严晶 他给崔严晶一套朝鲜的衣服 让他自己穿 可崔严晶不会打蝴蝶结 许任便只好帮他打 两人的亲密接触 让许任红了脸 由于他偷的衣服 是大家闺秀所穿 所以在路上撞到的人时 百姓们都非常害怕 看着这些贫苦的孩子 他赶忙拿出了口袋里的糖 安抚他们的情绪 将一切尽收眼底的许任 对崔严晶也有了改观 但这时的许任总归是个通缉犯 他的行动不敢太过张扬 便再次来到了惠民署 并将崔严晶留在了一个小角落 很快 崔严晶就被人发现了 这个人还是许任的死对头 刘振阳 他调戏着崔严晶 缺乏被崔严晶怼 并向他道了歉 但就在崔严晶提着裙摆离开时 刘振阳发现了 他穿的鞋子 似乎有一些不对劲 崔严晶来到门口 看到有人晕倒在地上 他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工具 想要为他诊断 却在出手时 被许任拦住了 他立刻出来 为病人针灸 用自己的方式 将病人救活 两人在这样一番闹剧后 他们说自己要再去一趟毁民属 便将崔严晶留在了这里 没想到 在这里的客人 还有一些是许任的仇家 他们说许任是个 道貌岸人的伪君子 这番话在崔严晶听来 实出讽刺 便主动站出来 为许任辩解 气不过的众人 要将崔严晶带走 但他立即拿出防狼喷雾 将他们暂时甩在后面 并根据客栈老板娘说的 来到了许任的木屋 他这一来 将那些仇家也引了过来 他们闯进屋后 将房屋点燃 可这房屋里 有着许任积累多年的财富 他看着这些珠宝 想要上去扑火 这一幕 被同在屋内的崔严晶看到了 他想起那些人说的话 难道许任真的是一个伪君子 眼看两人就要葬身火海 却神奇地发现 他们又回到了首尔 回到韩国的严晶 立刻奔向病房 之前的小女孩 还在等他做手术 而被抛下的许任 看到了不远处 矗立的寒衣大楼 他决定再为自己的事业奋斗一次 他来到了韩医院 想要询问 怎样才可以成为这里的医生 却碰到了 之前给崔严晶送过花的男人 这个人叫刘在河 是崔严晶的青梅竹马 也是这家医院院长的外孙 他看着奇奇怪怪的许任 便说在这里当医生 首先需要的是简历 而手术成功后的崔严晶 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里 里面不仅有本院院长 还有韩医院长 他询问崔严晶 那天拿针灸治病的人是谁 崔严晶察觉到他的不怀好意 便糊弄了过去 可他刚出门 就遇到了许任 为了让他躲开那些人 崔严晶将他拉到了一个角落里 看着那些人走后 他立即将许任推开 并让他回去自己的国家 还说像他这种贪财之人 是当不了医生的 从此以后 他们分道扬镳 没等许任解释 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投无路的许任 只好再次回到了那位老者家 并让老者帮他垫付了车资 并表明自己一定会还 老人问清楚了许任的名字 心下早已明白 他就是医书上大名鼎鼎的许任 出于崇拜 便将他留了下来 晚上 回到家的崔严晶 发现床上躺着一个男人 两人在触碰到对方身体后 同时发出了尖叫 许任这才知道 老者是崔严晶的爷爷 这里是崔严晶的家 第二天 许任写着自己求职的简历 却被老者看到了 他不允许许任 去那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并告诉许任 钱没还完之前 不许离开这里 许任只好留在这里 打扫卫生 或者帮一些老年人看病 在这里 他认识一位老年痴呆的老人 老人将他错任 成了儿子凤卓 这儿成了他在这里的常用名 但许任想要搞事业的想法拦不住 他趁人不注意 来到了韩医院 尾随院长和刘在和 进入南侧 准备将简历给他们 只是这时 崔严晶早已知道消息 他在厕所门口 听着许任的话 忍不住冲了进去 拉他离开 但许任的简历 已经留在了院长手中 将他拉出医院的崔严晶 质问着他 却没想到 一向温和的许任 这次有了脾气 他重新回到韩医院 却发现一个人晕倒在地上 情急之下 他打算用针灸治疗 却再次被崔严晶拦下 而那个人的下属 以为他是捣乱的疯子 便要抓他 崔严晶事宜让他快点逃跑 却不知这一切 都被角落里 韩医院院长尽收眼底 在崔严晶的掩护下 许任逃过一劫 但他的藏身之处 还是被留在河发现了 他将许任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直接了当地对他说 他是崔严晶的累赘 让他不要再纠缠崔严晶 回到家里的许任 只好用干家务的方式 偿还崔爷爷的债 但已经习惯看病的他 显然不适应这种无聊的生活 就在他发呆时 崔爷爷忽然命令他 踢着箱子 和自己去一个地方 只见他们来到了一个车站的角落 里面全是流浪汉 崔爷爷提着药箱 免费为他们看病 看着他不情愿的样子 崔爷爷别让他去发药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流浪汉远了过去 他们赶紧来到流浪汉身边 崔爷爷诊断出患者 是因为消化不良 但在他失针时 许任明显看到 上了年纪的崔爷爷 拿针已经不稳了 他不忍心看着病人就这样死去 便主动提出 要帮崔爷爷救治 在他的帮助下 很快流浪汉就醒了过来 在众人的欢呼中 许任也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 回到家后 许任刚进门 就看到了坐在门槛上的崔岩晶 他以为崔岩晶 是因为自己被赶出了医院 但崔岩晶告诉他 今天正好休假 两人的话题渐渐打开 并越聊越开心 就在这时 刘再和进来了 他看着两人的调笑非常生气 但表面上还是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到了晚上 两人因为肚子饿 吃起了夜宵 崔岩晶忽然想到 之前心理医生的话 他便问许任 他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许任说没有 崔岩晶便也以为自己想错了 殊不知 这时的朝鲜 有一个狱中之人 正拿着他小时候的照片 说这些什么 第二天 那个将儿子认错的老人 又来到了医馆 他拿出了一颗牛黄 说是糖果 要和许任分享 没想到 看到这颗牛黄 许任流下了眼泪 原来在许任小时候 牛黄是很稀缺的东西 他的母亲离世时 便急需牛黄治病 但医馆的人都以为是他头的 不仅将牛黄抢走 还辱骂他 而母亲也因为没有及时救治 去世了 看着许任的样子 崔岩晶似乎理解了 他那么爱钱的原因 看完病后 两人来到了超市 他们采购一番后 便想要回家 可在路上时 一辆摩托车出现了车祸 崔岩晶再次晕了过去 许任将他送去医院 可因为之前的事情 他不能进入医院 就在他焦急的等待时 马院长出现在他的面前 清醒后的崔岩晶 没有看见许任的踪影 他就这样忽然消失了 几天后 韩方医院的发布会上 崔岩晶见到了 阔别已久的许任 他换上了西装 刮掉了胡子 以韩医生的身份 出现在了发布会现场 第一天上班的许任 接到的患者 是一位有鼻痘炎的人 他自信满满的为病人施针 并成功让他神清气爽 就在他得意的时候 病人忽然流起了鼻血 根本止不住 许任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也慌了手脚 这时 刘再和跑了进来 他发现病人之前 有服用阿斯匹林 所以才会导致流血 晚上 心情低落的许任 来到了之前 那个小女孩的病房 他看着小女孩痊愈的样子 心情也好了很多 走出病房后 他碰见了崔岩晶 两人的关系 因为这次偶遇 缓和了不少 可是 刚走出门外 他们就遇到了 来接崔岩晶的刘再和 他当着崔岩晶的面 暗逢许任实力不行 并将崔岩晶哄上的车 要与许任担谈 可许任这次没有忍耐 他直接回怼道 两人的剑拔弩张 导致第二天 刘再和蓄意报复 他没有给许任 安排任何病人 不料 许任发现自己 没有病人后 来到了诊断室外 他通过看面相 给病人们诊断 并趁机将自己的 名片发放出去 这一招还真的有不少人 来挂他的号 忙碌到中午 崔岩晶便去食堂吃饭 没想到在这里 他遇到了许任 刚上桌 许任便问他 阿斯匹林的相关问题 崔岩晶便为他 一一解答 这一下 许任反复找到了救命稻草 只要有关于 现代医学不会的 他都来问崔岩晶 崔岩晶也很耐心的 为他解答 就这样 一段时间后 许任的现代医学 长进飞速 而机会也降临在了 他的面前 这一天 一个预言忽然面容僵硬 讲不出话来 院长便请来 刘再和和许任 为他治疗 刘再和诊断后 便要为医员施针 可没想到 他的针法 一点作用都没有 而旁边的许任 早就看出端倪 他要求试试 这一试 还真的治好了医员 在结束后 他还用现代医学的方式 解释了原理 这让旁边的刘再和尴尬不已 而此时 崔岩晶在同事那里 得知了一个消息 马院长请许任来 好像是做一个局 他立即找到许任 就在他们争执的时候 一群黑帮出现在他们面前 许任为了保护他 便利用学位将这些人击倒 可是防不胜防 许任还是被踢中了头 就在他昏过去的时候 一阵天旋地转 醒来后 他们发现自己 又穿越到了朝鲜 刚到朝鲜 他们就遇到了一群士兵 好在崔岩晶包里 有防狼喷雾 他们利用这个武器逃脱出来 许任将崔岩晶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美其名曰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却不了 他们因为动静太大 还是被刘振阳抓到了 他将许任关押在大牢里 将崔岩晶单独押走 在牢中 许任遇见了 当年引荐自己给圣上的许大人 两人面面相去 许大人嘲讽许任是蒙古医生 许任却说 自己在这个朝代 出生就是原罪 可许大人却说 那你去了没有阶级的世界 又是什么样的呢 这番话让许任知道了 许大人也知道两个世界的存在 看着一脸震惊的许任 许大人告诉他 这是上天在将他扭曲的心灵摆正 让他走向真正的医生之路 就在这时 有人说 可以将许大人释放了 在临走之前 他对许任说 如果医生不清楚自己的价值在哪 那真是太可悲了 与此同时 被关押的崔岩晶 通过美人计 逃了出来 他要去救许任 刚到门口 他就看到了一个老人 他就是许大人 许大人拿出他上次遗落的包 告诉他那里面的糖果很好吃 自己已经很久没吃到了 崔岩晶惊讶于他的回答 许大人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 便说 不久之后 他们或许会再次相见 他嘱咐崔岩晶 许任受过很多伤 才变成这样 而扭转他内心的 或许只有崔岩晶 狱中的许任想着许大人的话 回忆着这些年的事情 因为出身低贱 他没有了很多机会 内心充满了疑问 就在这时 他被人救了出去 是上次放火烧他们的人 那人有个傻哥哥 如今被人打得只剩半条命 他只能求助许任 许任想起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责责 他立即为病人开始诊断 而逃亡出来的崔岩晶 也遇见了许任的助手 墨戒 他告诉崔岩晶 之前的许任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经常去下人房 为他们诊断 拒绝达官贵人的邀请 有一次他为一个女仆治疗时 被主人发现 为了报复他 主人利用酷刑鞭挞许任 差点让许任丢了性命 而那个被他救活的仆人 也被主人再次打死 他的女儿为了报仇 想要报复主人 却被浑身是伤的许任拦架 而那个女孩就是墨戒 与此同时 许任刚治好那人的哥哥 主人便闯了进来 他斥责许任是一个贱民 仗着有点本事就胡作非为 为了惩罚他 他把刚刚救活的傻哥哥抬了出来 乱棍打死 傻哥哥在临终前 还叫着弟弟的名字 门外的崔岩晶和跪在地上的许任 只能无助地看着一切发生 棍棒声和弟弟的哭喊声交错 眼看弟弟挣脱束缚 爬过去想要拥抱哥哥 许任却在这时 向那人求饶 他承认自己是贱民 希望这位贵人饶他们一命 卑微的样子看起来 根本不像那个 平时嘻嘻哈哈的许任 看着他卑微的样子 主人放过了他们 将他们关进了柴房 晚上 崔岩晶和墨切将他们放了出来 将傻哥哥埋葬后 许任拿着崔岩晶的手 让那人将自己杀了 醒来后 他们果然再次回到了韩国 但这次穿越后 许任变得冷酷不已 他起身对崔岩晶 说了一声保重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失魂落魄地来到街上 遇见了上次车站的乞丐 他要求许任帮另一位乞丐治兵 可不知道为什么 许任看见他的脊球 赶忙跑开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离开后 立即将衣服解开 拿出那套针具 跑到桥边 将针具扔了下去 经历这件事后 他似乎明白了 无论在哪一个世界 都会被那些所谓的阶级统治 所以在这个世界 他想要改变自己 还是要继续争夺权力和金钱 做出这个决定后 他便变得冷酷无比 就连第二天 崔严静的问候和讨好 也表现得很冷淡 在接连拒绝崔严静的嗜好之后 马院长带着许任 来到了一户富贵人家 在展示了自己的专业性后 许任取得了那户人家的信任 便让他来到一间房子里诊断 许任刚推开门 就看见一个年轻人 蜷缩在床上 他一眼就看出 这个年轻人精神状态很差 经过主任的斥责 他知道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屋主的儿子 在国外的时候沾染上了毒品 才变成这样 他用针灸为男子进行治疗 渐渐的 男子看起来似乎没有那么虚弱了 主任也对他很满意 但就在他离开时 男子抓住了许任的手 拜托许任放自己走 但被许任拒绝了 随着看的病人越来越多 许任得到的东西也越来越丰厚 在马院长的带领下 他现在只给有钱人看病 可是 即使得到了这些 他的心里也并没有很开心 这天 把许任认成自己儿子的奶奶 来到了医院 他嘟囔着要见许任 可许任见到他之后 显得非常慌乱 他说这样一声不吭地跑来 让自己很为难 说吧 变冷漠地离开了 他来到上次那个年轻人的家 在为他治疗时 年轻人趁他不注意 用利刃划上了许任 并跑了出去 可没跑多久 他就因为身体原因晕了过去 被送进了崔炎金所在的医院 许任也不管自己的伤 一路跟着他跑到了医院 崔炎金看着他的样子 便想询问他一些事情 可许任看起来 一面不耐烦的样子 恰好这时 马院长将许任叫了出去 躲在一旁的崔炎金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在马院长走后 他拉住了许任 两人争执后 许任离开了 晚上他来到了 崔爷爷家所在的街道 他遇到了之前看病的老奶奶 老奶奶告诉他 那个奶奶为了给他送饼干 在路上昏倒了 许任听后 立刻跑去奶奶昏倒的地方 很想进行救治的他 却发现 自己早就将针具丢了 没了工具的许任 听着奶奶越来越微弱的心跳 想到自己母亲去世的样子 嚎啕大哭起来 好在这时 崔炎金忽然出现 他立即拿出药包 对奶奶进行抢救 奶奶也渐渐地睁开了眼睛 他们将奶奶送去了医院 许任因为不敢面对 便躲在了一个角落 崔炎金找到他后 告诉他奶奶没什么大碍 许任却在这时 向他道了歉 第二天 许任因为前一晚的事 和崔炎金的关系 有了和解 中午 他准备找崔炎金时 却遇到了刘在和 他邀请许任 去参加一个聚会 许任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但碍于面子 他还是同意了 在未服约期间 他去见了之前 帮助他的小女孩聊天时 小女孩说 自己想要一个礼物 许任答应了 他们来到一家饰品店 小女孩挑选了一件 带有心形挂式的手链 并告诉他 心也代表爱的意思 拿到礼物后 小女孩去将礼物还给了他 让他送给崔炎金 原来他早就感觉到 两人之间的异常 他将礼物塞到许任手里 便跑了 许任看着他的身影 说着不应该做这么剧烈的运动 却已经没有办法追赶了 他没想到 这居然是自己最后一次 见到女孩 晚上许任来到聚会 留在和故意找来 许任伪造身份的主人 相熟的人 就在许任无措的时候 马院长进来了 他帮许任解了围 并告诉孙子 在下个月之前 不可以骚扰许任 而这时 崔炎金接到了一台紧急手术 女孩因为剧烈运动 再次昏了过去 崔炎金看着他惨白的样子 立即为他进行手术 许任也文讯赶来 在门外守候 可是这一次 崔炎金没有救活女孩 看着不再跳动的心脏 崔炎金失魂落魄地 走出手术室 许任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他哭着回到了家 崔爷爷也不知怎么安慰他 心里太过难过的崔炎金 便想跑出去透透气 却遇见了跟着他来的许任 但这时 刘再和也出现了 他将崔炎金带走 走到半路 崔炎金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父亲拉着他走在路上 因为车速太快 他的玩偶掉了下去 父亲便帮他捡玩偶 就在这时 他被车撞了 倒在雪坡中 这些阴影 让崔炎金喘不过气 便匆忙下了车 他边捂着胸口边走 却没看见飞驰而来的大火车 眼看就要撞在一起 匆匆赶来的许任 向他拉入自己的怀抱 他们也再次穿越到了朝鲜 两人再次穿越到了朝鲜 许任安慰过崔炎金后 便去帮他找水喝 也是在这时 他发现 那个真举包又回到了自己身上 而独自一人的崔炎金 遇到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他们将自己的食物送给他吃 见到许任来后 他们便躲在了一旁 看着小孩可爱的举动 崔炎金终于露出了笑容 可平静还没多久 村子里就传来一片打打杀杀的声音 是倭寇来了 在远处的许任 立即将小孩救了回来 他们带着孩子来到了一片小树林中 可他们的行动 还是被倭寇发现了 这些倭寇将他们团团包围 并要将他们杀掉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上次 许任和崔炎金救过的倭寇士兵 他让属下将许任带走 将崔炎金和两个孩子 送到另一处地方 他将许任带到一间屋子里 要他帮忙医治 如果他不救 崔炎金和孩子都会死 许任只好对地上的人进行医治 在治好病人后 那位士兵果然信守承诺 将他们放了出去 就在他们打算回家时 小男孩却被突如其来的暗枪 击倒在地 许任抱着孩子 寻找可以医治的地方 恰好有几位和尚出现 将他们带到了寺庙里 因为许任没见过这种伤口 只能让崔炎金动手术 但崔炎金看着伤口 就会想起那个小女孩 许任便对他说 只要他尽全力就好 这是医生的职责 在他的鼓励下 崔炎金渐渐冷静下来 为小男孩做了手术 脱离了危险 休养几日后 他们便准备将孩子送回去 可他们到了村庄才发现 那里已经被屠城了 满地的尸体和伤员 让他们不得不留下来 帮他们减少痛苦 在他们的聊天中 崔炎金忽然想起了 那场事故里 是一个人救了自己 那就是许大人 他立即决定 要去见许大人 解开谜团 他们来到许大人住的地方 却发现许大人不在 不过高兴的是 在这里 他们又遇见了末届 可还没高兴几秒 一群人就将他们包围了 是来抓捕许任的人 因为他们不认识默契 许任便让默契先逃走 面对这人的嘲讽 许任接连怼了回去 恼羞成怒之下 那人命令自己的手下 对付许任 就在这时 一个人将崔炎金 从他身边掳走 是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刘振阳 他将他救了下来 而这时 一把剑也从背后 穿透了许任 无法挣脱的崔炎金 这次没有办法被许任带走 醒来后 彼此自己一个人 穿回了蝉果 许任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韩国 身边没有崔炎金 他赶紧起身 想要重新回到朝鲜 却忽然昏了过去 路人将他送进了医院 许任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求死 他想夺过医生手里的刀 却不了医生以为他疯了 便给他打了镇静剂 他又昏了过去 留在盒子这时 也赶到了医院 他看着病床上的许任 却没发现一点 崔炎金的影子 他冲到许任旁边 大声质问他 而被困住手小的许任 想要穿越回去 只能求留在盒 帮自己解开 留在盒看他 不像骗人的样子 便帮他解开 而许任趁机拿出针具 将一根针 刺进了自己的胸口 终于他又一次 穿越到了朝鲜 可当他来到朝鲜后 发现崔炎金已经不在了 只留下地上的一滩血 而这边的崔炎金 也醒了过来 救他的人 原来就是许大人 许大人知道 崔炎金已经想起了一切 当时崔炎金太巧 许大人不知道 怎么就穿越到了韩国 他第一天就见到了 崔炎金父亲车祸的事情 所以便一直悉心照料 只是回忆太过痛苦 崔炎金将这段事情遗忘了 就在他们叙旧时 许任也被许大人 带到了崔炎金面前 两人拥抱在一起 激动不已 不久之后 两人便告别了许大人 回到了韩国 刚到韩国 许任就把崔炎金带去了医院 他一直陪伴着崔炎金 处理伤口时 怕医生下手太重 缝针时又怕医生缝得不好看 仿佛做手术的那个人 是自己一样 处理好伤口之后 许任依旧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结果就发生了两人同床共诊 还被查房的同事 看到的事情 两人的感情 也在崔炎金住院期间 得到了升华 腻外过之后 崔炎金看他有些憔悴 便让他回去换衣服 许任顺便去见了一下马院长 马院长似乎也知道 许大人的事情 可是无论许任怎么问 他都不肯正面回答 晚上 许任又去了医院陪护 两人一边聊着天 许任一边为他介绍身体的穴位 介绍着介绍着 便介绍到了脸部 他们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 果然 在介绍到船边时 许任吻了上去 而崔炎金也没有拒绝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着对对方的爱意 第二天 崔炎金和许任都恢复了上班 马院长带着许任 来到了另一个有钱人家 许任故意在诊断时捣乱 不配合马院长的产妹 他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这些人生气 摆脱马院长的控制 许任离开了马院长所在的医院 重新回到了崔爷爷身边 他要在慧民医院里 当一位真正的医生 崔炎金也看到了回去的许任 虽然他知道 总有一天 许任可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 但面对许任对他的示好 崔炎金还是很开心 除了恋人的甜蜜 许任在慧民医馆 也变得更加负责任 他不仅主动承担所有杂物 还不厌其烦地 帮那些老奶奶看病 而崔炎金也认清了自己的心意 在面对刘再和的挑拨离间时 他说他选择跟着自己的心走 但当他回家时 崔炎金却发现许任不见了 他非常的慌乱 害怕许任忽然消失不见 好在他出去后 发现许任在给院子里的狗狗喂饭 原来他比自己想象中 还要喜欢许任 就在这时 许任也转过了头 或许是看见他 太过激动 许任不小心摔了下去 看着情绪激动的崔炎金 许任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他紧紧地抱着崔炎金 告诉他 自己答应过 再也不会将他一个人丢下 就算自己不小心回去了 他也一定会想办法再回来 崔炎金听到他的保证 这才放下心来 将他抱得更紧了 恰好崔炎金最近休假 两人便在惠民医馆 过着温馨又吵闹的生活 与此同时 马院长的心情并不太好 因为许任的原因 上次搞砸的那户人家 帮助另一位院长成为了理事长 这让马院长十分生气 他似乎要对许任做些什么 这天 许任打算和崔炎金出去做医疗服务 刚出门就遇到了刘在和 奇怪的是 看着他们牵在一起的手 刘在和这次没有生气 反而说自己想要跟上去看看 他们来到之前的车站 许任俨然已经熟悉了一切流程 他帮这些乞丐治疗病痛 看着他熟练的手法 刘在和心里有了几分佩服 因为在这之前 他已经知道了许任的身份 为乞丐看完病后 许任便和崔炎金开始了二人事件 这样快乐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一场意外打破了 一天 之前的两个乞丐 衣着干净的来到了惠民医馆 他们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可是诊断时又感觉非常奇怪 没过多久 他们便离开了 刚走到门口 一个乞丐就晕了过去 这时救护车和警察也来到了 另一个乞丐指着崔爷爷说 就是来这里做针灸 病人才昏过去的 他们将崔爷爷抓进了警察局 警察告诉许任 崔爷爷可能会面临牢狱日灾 许任向警察辩解着 可警察却说 崔爷爷爷在二十年前 就有过一场医疗事故 所以很难不怀疑 这是崔爷爷爷做的 与此同时 为那个乞丐做手术的人 正好是崔炎金 他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果然在手术解除后 在那个乞丐的衣服兜里 发现了阿斯匹林 恰好这时由警察来调查 崔炎金便将自己知道的情况 告诉了警察 许任将调查的警察带到了医院 乞丐一口咬定 他什么都不知道 自己就是个受害者 警察听了这话 便判定崔爷爷是过失杀人 可许任忽然想起了 那天乞丐说 一定要让崔爷爷帮他针灸 又想到马院长在离开时 对他说的话 这一切线索连在一起后 许任好像知道了什么 他来到了马院长的办公室 马院长威胁他 如果他这样一走了之 崔爷爷的余生将会在牢中度过 他的医院也会毁于一旦 但许任告诉他 自己可以解决 而马院长也驱车来到了警察局 两人的对峙 被跟踪而来的刘再贺 全部看自了眼里 他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许任为了证明崔爷爷无罪 在医院里为警察们亲自吃饭 真插进的部位 不会插进心脏 这时 崔爷爷也被放了出来 因为还在调查阶段 所以不会关押那么久 许任将崔爷爷赴回家 看着崔爷爷的样子 许任想起了那天晚上 马院长的要求 他决定再替马院长看一次病人 许任跟着马院长来到上次那个人家里 他家里有一个病人 怎么治也治不好 许任发现那人是心虚症 因为他开始治疗 就在他试真的时候 他的手又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 他想起之前许大人说的话 原来自己试真时 如果心怀恶意 就会颤抖 没想到的是 崔爷爷竟然来到了那个乞丐身边 还为他带来了食物 让他赶紧痊愈 和儿子相聚 刘再和也拿到了马院长的把柄 马院长的诀 似乎就要这么被破了 崔爷爷爷告诉许任 二十年前 许大人为了救自己 才帮马院长做事 所以他不希望许任也这样做 许任只需要做好医生该做的就好 第二天 崔爷爷来到了警察局 之前的乞丐因为愧疚 说出了真相 崔爷爷也被放了出来 经历了这件事 许任知道了一个医生 真正的职责是什么 他想起来 自己当时去皇宫 没能救下的小女孩 非常愧疚 但崔严禁告诉他 女孩还活着 这让许任很激动 为了完成当时的承诺 他决定再次返回朝鲜 许任回到了朝鲜 他奇怪的发现 这里变得非常安静 他忽然想起来 之前那个士兵 说不久后 他们就会进军汉阳 看样子 这里已经被倭寇占领了 留在韩国的崔爷爷 忽然晕了过去 崔严禁这才发现 爷爷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 他只好叫来救护车 将爷爷送去医院 并为他准备手术 许任好不容易照顾那些敌军 来到许大人的住处 他在屋内发现了崔严禁的包 里面装着一封写给他的信 他随着信上的指引 来到了一座小草房里 在那里 墨介和许大人都还活着 许大人清楚许任要来干什么 他来到小女孩身边 为他进行医治 在把脉时 他发现 这个孩子似乎有着心病 就在他和许大人商量 如何治病时 一群倭寇来到了院子里 与此同时 在韩国的崔爷爷 怎么都不肯做手术 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儿媳 都比自己走得早 他没脸做这个手术 而许任也被倭寇包围 他们打算杀了许任和屋子里的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群村民跑了出来 将这些倭寇一网打尽 为首的人正是那个傻哥哥的弟弟 他告诉许任 自己已经当上了义兵 他也想像许任那样 多救几个人的性命 许任看着他 忽然发现 自己在无意中也改变了 许多人的人生轨迹 续完救后 两人就此分别 许任告诉小女孩 想要治好病 他们就要一起努力 小女孩点点头 心结放下 他被医好的几率就会更大 而崔岩晶也终于说服了爷爷 送他进入了手术室 一切看起来都似乎 在向好的地方发展 马院长二十年前 贿赂别人伪造医疗事故的事情 也被扒了出来 他曾经帮过的达官贵人 没有一个人理他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天早上 崔岩晶打算上班时 听见厨房有动静 一抬头 便看见了日思夜想的许任 许任也知道了崔爷爷的事情 在看望过崔爷爷后 他和崔岩晶打算说说话 可崔岩晶被一个急诊叫走了 许任紧跟其后 在忙碌的间隙 他看见了许任的眼神 他知道看着忙碌的自己 许任也很想治疗病人 他不想因为自己 让许任失去追求梦想的权利 可是那样 许任就会回到朝鲜 他们再也不能相见 晚上 崔岩晶回到家 他带着许任去了很多地方 两人漫步在首尔的夜里 可开心过后 许任便对他说了对不起 崔岩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告诉许任 他要守护这里 而许任也应该守护他的朝鲜 所以他们两人就此分别吧 在离开之前 崔岩晶教会许任一些现代医学知识 除了学习 他们还规划了许任回来之后 要去旅游的地方 他们珍惜着 这为数不多的甜蜜时光 离别的时间越近 每个人的情绪就越低落 看着崔岩晶哭泣的样子 许任心里也很难过 他为他擦去泪水 诉说着自己的心意 两人拥抱在一起 都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在向他们告别后 许任再次刺向自己的心脏 回到了朝鲜 这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危险 倭寇随意地屠杀城中的百姓 这片土地 已满是悲鸣和哀嚎 许任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挽救他们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中 他见到的死亡比生存还要多 但他没有放弃 因为这是自己的使命 有时太过辛苦的时候 他也会想 另一个世界的他还好吗 秋旭东来 他的胡子也渐渐长了 因为太过操劳 身体也会感到不适 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 许任也遇见了当年那个 欺压他的主人 因为逃难 他已经检险一席了 见到许任的到来 他也以为是羞辱 对于许任来说 他无法忘记那些屈辱 但作为一个医生 他还是选择了救他 而崔炎精也在新一轮的救治中 遇到了一个和那个死去的小女孩 一模一样的病人 他和他一样 中二 贪玩 不听话 但这一次 崔炎精对他充满了和善 医院也专门成立了 儿童心脏病治疗窗口 是之前的小女孩的母亲卷住的 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 延续着善意和美好 刘再和也将他视为真正的姐姐 以弟弟的身份照顾他 车阵的医疗救助服务 刘再和也成为了其中一员 他与那些乞丐大叔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也在向着仁义的方向努力 许任这边 他又重新回到了惠民署 每天依然有无数的人前来看病 之前救了他们的倭寇舍兵 也带着部下规划了 或许因为之前杀人太多 他现在的名字叫做金正善 这天许任正在想念着崔岩晶 许大人却来了 他告诉许任 皇帝的耳鸣依旧不好 他想事实深究 许任答应了 在离开之前 和当年的情景一样 一个小孩子也来求狱 但许任这次没有等一等 他立即对孩子进行了医治 在治好孩子后 他来到了皇宫 在他的医治下 皇帝的病终于好了 他得到来之前 从没有想过的上次 但比起这些 他更想念那个女人 崔岩晶的医疗服务站 越来越大 有不少医生和护士 加入了志愿服务 一天 他们照常摆摊治疗时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他穿着医生韩服 和初次见面一样 本剧结束了 整部制作不易 麻烦为小库点赞 订阅酷然影视 我们下部见